哈囉,我是彥婷 今天呢,我要來分享我前幾天發生的一個小故事 這個故事呢,是我要去7-11領獲 因為我很常買一些網購的東西 所以我那一天就去領獲 然後一到7的時候呢 我就跟店員說,我要來拿網購的東西 然後店員就說 請問你手機後算碼是什麼? 232 陳 232 陳小姐 對 他問完之後呢,他就去後面 然後找我的包裹 找了大概十幾秒左右之後呢 就走回來說 請問你是小賤貨還是大賤貨 我當下撒住看著店員 再看看後面的人 確定好像在跟我講話 他要重複問了一次說 你是小賤貨還是大賤貨 我重新打起精神跟他說 我不是 現場安靜了大概有5秒鐘的時間 你買的東西很多嗎? 啊!我這時候才知道他講的是包裹的大跟小 我就跟他說,我是買衣服 應該算是小包裹吧 店員呢,就只要是衣服之後 他就進去後面倉庫找了 那原地的我呢 就跟後面排隊的客人 微笑了一下 店員拿著我的包裹出來了 你小賤、大賤都有哦 What? 我微笑了一下 跟他說 對,我小包裹、大包裹都有 我不會說話 你想一笑好嗎? 會、誤會 我付了錢之後呢 我就快步的離開了那間7-11 回頭呢 我忘記給他一個 在意的微笑 包裹、賤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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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包裹就包裹 說什麼賤貨 還大賤跟小賤 哇! 雙賤耶! 我是去拿包裹 不是賤貨 你才是賤貨 掰掰